它就采取了由76个光子这个输出 然后在100x100的这样一个 目前世界上最大尺度的这样一个干涉仪里面 进行干涉 那么这个干涉的过程 其实也是我们完成计算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九章号展示了量子计算的强大的算力 所以它就可以把我们有些传统上认为是比较困难的问题 因为我们计算机就可以来做一些有效的有益的探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